但是各位也知道 我們都 忍著這樣的一個傷痛 來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在開始跟各位記者朋友報告的時候 我們四位委員 就代表我們會裡面 表示哀悼之意 我們就一起自哀一回光 從這個照片 各位可以看得到 在隧道口 有部分的列車 還停留在那個地方 那停留在外部的列車 算是 比較沒有受損的部分 最嚴重的部分就是有工程車 因為撞擊被推擠到隧道裡面進去 初步 也就是說 我們所關切的方向 既然在現場我們看到工程車 跟前面的七八車 駕駛艙 嚴重的衝撞 所以我們會 去了解 這個工程車 是什麼一個管理模式 那 為什麼 在這個環境裡面 本來是 人車不得入侵的 那究竟工程車 為什麼沒有設立一個圍籬 因為各位也知道 我們也有一個工地 建築工地一定都要圍籬 因為附近都會行人經過 那現在我們比行人經過 更嚴重的就是會有列車通行 其他的人員會不會有入侵的情況 我們會做很完整 系統性的調查 所以 發生了這一個不幸的事故 造成48人 48位旅客的罹難 但就是 我們會用 最嚴格的角度 把安全因素把它掏出來 要是 有立即需要 做處理的 就好像 我們在 南方澳 東澳段的 我們會有所謂的 事故安全通告 會即時發布 工程車 有沒有拉手剎車 就好像南方澳的 那個遊覽車 他發生殘骸的時候 看到殘骸的時候是在空檔 但空檔是不是代表 原來 在發生的剎那是空檔 所以我們會從車上的 假如遊覽車是有數位大餅 那這個工程車可能沒有 我們會去看 車上 從機械的系統 去看 還有哪一些跡象 看得出來 原來的狀態 有沒有煞車的狀態 所以疑似就是 需要再確認 所以 這個 這個 這個事故的工程車 現在在現場 現在還沒有去移動它 所以我們人員 會在 近距離去採證 會跟檢察官一起 來看看這些重要的事證 我們看到很明顯就是 駕駛所在的那個第八節的 那個車 車頭 幾乎是被消掉了 就被壓扁 因為他撞結力道非常大 因為我們普悠瑪跟這個泰魯閣都是高速 這個列車 最高 最高度其實是可以開到時速140公里 但他有各路的這個速限不一樣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去解讀 他的這個車上的TCMS資料 包括剛剛記者朋友問的 司機員 有沒有看得到有沒有來得及 這個 把這個車子打停 這個 整個車的作動 車上的資料 我們還要再解讀 所以 這個事實上我們看到的狀況是 最慘烈的那個 那幾節 8跟7 那個撞擊的狀況是 很明顯 用這樣的一個組織 讓所有的市政 很完整的呈現出來 所以他需要時間 他需要有程序 所以不會說我們運安會說的算 但就是 我們運安會有這樣的經驗 我們有這樣的 經驗跟能力來整合 這樣的一個調查團隊 所以我們一起進來 4 4 7